就是避免防呆的三种方式 那刚刚同学提到有关那个就是 参数的传递 其实这边后面有个冒号等于 这个都是所谓的参数传递 那你怎么知道呢 要传什么参数 特别注意 其实答案都在说明档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呢 ad后面这边 刚刚同学说ad 那为什么after冒号等于 after使的是一个参数名称 后面是要传递给他什么东西 那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做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这个也是书里面没讲的 游标请你放在add这个方法 它前面一定是个物件 点后面一定是个方法或者属性 反正物件后面只有两个东西 不是属性就是方法 那怎么知道是属性或方法 点下去有没有发现 如果是绿色的 那它就是方法 如果是手拿着一个文件 就是属性 那方法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做什么事情嘛 对不对 反正一个动作 那属性的话呢 其实就是不外号的状态 包含就是它的外观啊 大小啦 数值 等等的这些都是所谓的属性 里面大部分都是资料 放什么样的资料 那后面呢 假设你要知道说 前面是物件嘛 点 后面的属性跟方法 所以以后你要了解物件导向 物件的话就是两个属性跟方法 那你怎么去查询 很简单 油标放上去 按F1 如果在2010以前的版本 会跳一个视窗 可是如果是2013的话 它会跳网页 那差别反正就是放资料的位置而已 它现在只把它放在网页上 就是你一定要连线的状态才能看到 那add里面的话 它会这边会跟你讲参数 参数的名称 有没有 After After指的是哪个工作表的后面右边的意思 Before的话指的是前面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Before的话 将来新增工作表会新增到 第一 就是新增到那个前面去 那这边的话会跟你讲说 这边是选用的 或者是 或者什么 必须的 如果是必须的话 那个参数你一定要给 OK 那如果是选用的话 可有可无 其实如果After 我印象中应该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它应该也是会新增到后面 所以其实After 好像这个叙数可以拿掉 没有关系 然后还有什么Count 如果你要新增 预设是一个 所以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参数 那就一个 可是如果你要两个三个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Count 冒号等于 后面加一个数字 类似像这样的 然后这个是Count的部分 其他的话还有像 其他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要了解其他的函数 像Input Box也是按F1 F1的话 一样会跳出那个相关的说明 那你可以发现 Input Box函数 有没有 那怎么使用呢 特别至于 它如果这边叫做必要的话 那表示一定要加 选用的话表示不一定要加 那我们如果要加参数的方法 像那个Input Box 有几个方法 比如说你就是后面这边 逗点 它会跳出黑色的字 表示这个参数是Title 那你Title可以给它 比如加一个AAA 这样 那它会加一个Title出来 所以你Input Box 把它这一行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AAA就出来了 有没有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 假如说呢 我这边把它取消掉 OK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 我加Title 因为它是一个顺序 就是它可以按照顺序 逗点 第二个参数是Title 你也可以第二个下参数的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 打一个Title 冒号等于 有没有 然后加什么 加AAA 这样也可以啦 Title Title OK OK 因为如果你打错 它这个 第一个字不会变大写 如果你打对 它第一个字 这样子也可以啦 两种方式 OK 那你想说老师 那已经是 那你干嘛多加这个 对啊 有时候如果你不加 如果你要加这个也可以啦 那什么时候 会需要 就是说 加这个 可能就是说 你的参数 有没有 它第三个 假如说是Default的话 对 那可是如果你假设你要很后面啦 比如content这个 那你不可能说一直逗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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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有没有 你可能 第几个 它会按照顺序是没错啦 可是如果那个后面那个啊 那个名称 可能是比较后 比较后面的参数 那你不就是要一直往下逗点了吗 那如果你不想一直逗点的话 你就可以给一个参数名称 冒号等于那个东西就可以 所以大概说明一下 刚刚同学问的 这个问题蛮好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过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有关防呆 防呆的话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呢 我的名称如果存在 像刚刚小张已经查过了 或菜头已经查过了 那我如果再查一次的话 我势必要先把旧的删掉 删掉之后呢 再加新的 所以我要在什么时间 什么时候 去做这个判断 第一个 程式要加在哪里 比如说我刚刚再查一下 假设菜头好了 菜头已经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它又再输入一个菜头 输入一个菜头 这个时候呢 那我就势必怎么样 当它输入之后 应该在这里 如果它输入完之后 因为要往下跑 要先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 就是那一个名称没有重复 所以我要怎么样判断说 第一个 怎么知道 那个名称是不是重复 所以我要做逻辑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在这里 这一段 给这个 这一段 在我们的程式码里面 程式码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房呆这里 那我在这一段程式里面 特别注意 我要怎么知道说到底 里面有没有重复 里面有没有重复 所以这里的话我可以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个 因为第一个不用摔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那个组 就是那个资料 组资料的那个工作表 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的话 我们刚刚有用到 shits.com 那它一直往下跑 那如果说呢 这个x 等于什么呢 它的名称的话 就把它删掉就对了 所以这一段 请你把防待1 Ctrl C 那记得放在哪里呢 放在input box的下方 在这里 这边把它贴上一下 OK 防待1 那特别注意 里面的话就是 for 这个for回一圈 for next 主要是什么 检查一下 从第二个到最后一个 的名称 那名称是否相同的话 我们用if if这个x 指的是这个它输入的名称 是不是等于什么呢 第i个 那所谓的第i一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第i一个的话呢 它会去抓 假设2好了 2放过来 那就是第二个工作表的名称 自动会把菜头 拉到这边来 两个如果比较 比较的话就相等于 这特别 这个等于 是比较的等于 跟前面那个 变数负语词 那个等于是不一样的意涵 这个两个是不是相等 那如果说呢 把这个词拉过来之后 如果跟x相等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我应该把这个工作表删掉 OK 因为如果说菜头已经存在 那如果你再做一次新增 那一定会会有问题 所以呢 我就必须把它删掉 删掉的话 特别注意 你就要学习一个就是 如何把工作表删除的 那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 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点delete 第几个呢 第i个嘛 表示会相同的那一个 假设这个地方是菜头 那就二嘛 那就是把第二个给删掉 可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删掉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什么 讯息 问你说 请问你那个是不是一定要删除啊 那如果说每一次都要跳的话 你觉得很会干扰的话 那你可以加上一个什么 application 点 displace learn 等于false 这一行意思是说不要让那个 就是画面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问你要不要删除啊 所以这地方的话可以加这一行 那记得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再把它关闭 那这个我可以先把它停掉了 那记得最后 如果已经删掉了 不可能有第二个 所以记得回圈就可以离开了 exist for 意思是说不要再往下跑了 反正已经删掉了 不会有第二个了 所以你加一个exist for 就是跳离回圈不要再往下跑了 可能第二个已经删掉了 那三要不要跑不用了 因为不会有重复了 exist for 跳离 那就继续做后面的事 所以我们来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菜头好了 按个确定 好 再来的话呢 这边已经取得 x是菜头 那我们这时候的话 for i 等于第二个到最后一个 那总共有六个 所以should.com 回来就是六 第二个到第六个 好 那做什么呢 比较一下 这个时候i是等于2 所以should.com 等名称的话 他回来的话 这个should.com 你会发现到这里面回来的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菜头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我用Ctrl加g Ctrl-g的话 就是检视里面的这个什么 即时运算视窗 你可以把这里面的东西 这里面的东西 如果他没有显示出来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Ctrl-C 问号 空一格 Ctrl-V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这里面的东西帮我print出来 Enter一下 菜头 有没有发现 这个技巧还蛮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要知道 这个里面到底放什么 我不知道 游标放上去 他也不理我 那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把里面的资料 那X里面什么 菜头 跟菜头 相等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应该是 会跑到里面去 好 跑到里面去的话呢 第几个是菜头 第二个 序质2 所以要把第二个删掉 删掉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给第几个 或者是这里面哦 你可以给什么 给菜头的那个 那个工作表名称 那删除特别注意哦 按F8 这个时候他会跳出这个 这个视窗 所以如果说 你不希望出现这个视窗 直接删除的话 其实就是怎么样 加这个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地方我把它按删除 好 啊 这个也是for 所以把它全部 直接执行好了 OK 删除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菜头又出现了 不过你会发现哦 这个菜头是新的 重新查过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当然如果你不要跳那个 那个什么呢 这个你可以把这个给 如果说你不希望 他跳出那个警告的话 你直接这样子 比如说我把那个 中断点拿掉 再输入一是菜头 刚刚会跳出那个警告 这个时候按确定 他其实什么都不会发生 因为主要是 把刚刚的那个 displace learn 这边有没有 把它关掉了 我前面讲过了 这个应该讲过嘛 点什么 你就打一个application 点dis displace learn 等于false 这个意思就是把那个讯息 关掉 最后记得把它打开 OK 好 那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 防呆一 OK 就是如何防止那个 已经有那个 工作名称 存在而产生错误 OK 第一个 那请各位续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记得这一段程式 请务必加在正确的位置 那当然可能的话 最好当然可以自己把这个程式 从头打到尾的话 那是最好的 OK 那这些程式是我自己从头打到尾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demo了 理论上就是你要把你的需求 变成程式叙述 所以for I 等于第二个工作表到最后工作表 去找一下 有没有重复的 如果有重复的 就把它删掉 它主要功能是在这里